Hello,大家好,我是黎虹 今天我们又是早起的一天 对,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机场 对 机场去接一个我们家里面的新成员哈 是一个小妹妹 对,我们一直想要第二只哥哥的 对 然后我们这次提前回来了嘛 我们已经就之前提前就预订好了的 然后就给我们送过来了 空运过来的 对,所以今天起得很早 然后待会就去机场了 对,我们要去那个天府机场 哇哟,那个机场特别的远哈 比松柳机场远都多 对 要开一个小时了 还没有去过那边 所以就是待会去吃个早餐 就往那边去了 对,我们现在已经收少了 嗯 快走吧,我们去外面吃早餐 好 两只哥哥在家里 还是去吃包子 等一会儿中午我们回来 你就有小伙伴了 嗯,因为怕带上他 他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对,还是在家里带着比较好 等会儿家里回来的时候 更激动我估计 只是家里面这个比较宽敞 放得开,随便怎么激动也没事 你要开心吗? 行,走吧 哈哈,没叫你 你就等一等哈 我们下午就有小伙伴完了 走吧,随便 乖乖的哈 我们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有一个妹妹回来了 你听话哦 我们一走他就要睡觉了 我们今天可以直接在外面吃了 就不用边走边吃 你坐这儿吧 坐这儿吧 把吃吃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了哈 坐着吃 对,坐着吃感觉还是不错的 要了一个扫买,四个鲜肉包 只有鲜肉的了 这个是相当于是韭菜盒子一样的东西 就是茶一袋 那我们要的豆浆 这么大一碗 我们吃了之后就慢慢过去吧 那边反正说的是 给我发信息了十一点多 十二点钟到底都可以 他说要飞机停好之后 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去 就是相当于去替货的部门去 对,我们先去等着 对,还是提前一点到吧 雷虹最后把这个豆浆给喝了 我们就走吧 这个拿碗喝感觉不错哈 有种很好爽的感觉 走了 然后现在过去那边的话 一个小时大概就是十一点半的样子 哈,差不多 走吧 然后这边到天府机场的话 有个 刚修好的机场高速 好像比较快 我们就是到这个天府机场 国内货站入口这里 嗯,其实还不太清楚怎么切狗狗 相当的远呀 嗯 其实我们这个方向还好 如果是住在成都的另外一个方向 我过去 过去就可能要一百公里了 那么都是其实就在我们这个方向的 嗯,就整个这样往外面走 对 其实还是有点远 有十七公里 全程五十七公里 但是这种机场好像和 其他有些省份啊 他他也是这种离市区很远 嗯,只是说之前双流机场很近 对 现在我们已经到机场这边了 出高速了 这一路真的挺舒服的 它全都是高速和那种快速路 大部分都是高速 嗯 然后一点点是快速路 出出出我们家门口就是快速路 不要钱 远远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开始收费啊 啊,应该是的 机场才开通没多久了嘛 也有可能 继续行驶2.2公里 我们狗狗那个航班已经提前到了 所以我们要赶紧过去 我估计到那边可能都快可以接了 对 嗯 这边超级通常 因为车非常少 给我们发的信息就是到这个机场国内货站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找个停车位停下 然后去问一下啊 我们也没来过这边 我们到了个交货处去问一问吧 身份证拿好 就现在没那么热啊 这前一时间如果太热军过来还不太好 就容易热的 对 去问一问 现在已经11点钟了 应该都是可以接了吧 问了一下就在这里边办理 然后还要等一下那个才拉过来 因为才录的一个小时 好像要一个半小时 就在等一看 哎呀 我们等了好久 终于办到这个单子了 就是出库单 相当于 对 然后我们走这边出去 应该就是去那边拖开去 在哪里 就这边 走走走走走走 看我们的狗狗在哪里 我已经看见狗狗了 哎呀 哎呀 我那要扛那儿去扛 好小啊 好乖啊 非常安静 跟利奥都是完全是两种感觉 等会他还要办点手续 真的好疼 他性格和利奥感觉完全都一样 我记得当时利奥刚拿着他手 哇 一直在叫 还是特别兴奋的 嗯 还挺乖巧的啊 这个是一只妹妹 他注意到我了 他都不叫了 这个上面就是他的狗粮 然后还有证书啊 还有所有资料这些东西 好了 现在办理好了 可以直接带他走了 我们先把他带到边上 然后再去看一看他 对 我们先把他带到车那边 然后把这个给他拆了 嗯 对对对 我好想抱一抱他 哎 他真的好安静哦 和利奥完全是两种感觉哦 对 性格差异太大了 还别说有点重 笼子应该也重的 对 利奥回家的时候好小 利奥回家的时候才一个多月一点点 嗯 那个数特别小 它这个是 本来两个月了 明天就两个月了 嗯 现在就把这个给拆开 先把上面东西拿出来吧 对 不过你搁的是要小心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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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的宠物护照 利奥就没有这个东西 利奥相当于是个黑货啊 什么都没有 我还没看过这东西呢 呵呵 你看他在啃平衣住呢 刚刚 你搁机汗马上把你放出来 嗯 天经牧羊犬 它还有芯片的 对 都有的 嗯 要是送的啥也没有 对 来 拜拜 啊 小家伙 来 嗯 好小 还很瘦 因为它还小 看着碰堆碰堆的啊 其实是毛毛捧起来的 OK 抱一下 来 抱一抱 啊 好开 好奶啊 好温柔啊 妹妹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到着它都不动了 对 利奥子之前怎么样 啊 左右摇摇摇 嗯 好乖 那我们先回去吧 先把它放车里面 嗯 然后吹下空调 还是有一点点热 然后该喝点水 来 你就喝各个的碗哈 在这喝点水吧 好 喝点水 还是先让它就在笼子里带着 然后待会回去再玩 在外面稍微有一点热 哎呀 好安静 好乖哦 它困了 好可爱 我的心都给融化了 主要是跟利奥的反差太大了 嗯 利奥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皮的 好萌啊 行 你们赶紧回去了 你看妹妹也在清洁自己 有些习惯和利奥还是蛮像的 它可能那个尾巴那边沾了点尿 就因为它今天就用了这一个尿点嘛 待会回去给它稍微清洁一下啊 对 赶紧回去啊 看来跟利奥相见是什么反应 对对对 我还是挺紧张的 但利奥他是对小狗狗特别好 他跟小狗狗玩的时候他都很温柔 他真的让着点 特别温柔 好 好 好